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3月8號早上11點 那這個先鋒服呢 最近都在講這個團隊眼針喔 那那個什麼 日常的這個奇境太險又更新了 那這一次叫做這個破碎扶狼喔 然後是 司克雷格當這個封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獎勵 好小獎勵的話 終規終局喔 那我們看大獎勵 一個紅色的寶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好久沒有自選英雄了 那這幾隻自選英雄的話 我覺得 新手的話 總是要練一個神話的 索羅斯嘛 然後索羅斯再來的話 就是 奈拉 奈拉作為這個單控場 基本上也是要練的 那優先度的話 我覺得 可能索羅斯 先吧 雖然說推圖不是很好用 但是 牛曲夢境啊 各種這個 打活動後 基本上都是用得到 所以說索羅斯跟奈拉都不錯 那如果說是 沒有特別想 就是說 這幾隻角色都覺得沒有特別想練的話 那就選 弗雷拉 肯定是選 絕對不會選到這個 種族抽 就算你的弗雷拉已經五星了 你還是要選 弗雷拉 因為那個 這個選 弗雷拉就有點像是選 孫悟空的概念 這個 湊滿三隻 多出來的 就是已經滿五星的這個 神話角色 你可以三隻換一隻 你自己想要的這個 那個什麼 半神惡魔 好 剛剛提到這個東西 就是在這個馬車這邊 我們還是簡單說明一下 避免有人不知道 在這個英雄自幻這邊 你可以選擇三隻 已經滿五 已經溢出的這個 半神惡魔 然後去換 一隻 這個 自選的這個 半神惡魔 如果是選 如果是這個 一般的這個 四種族的角色的話 只要兩隻 但是當然 你在這個地方 換四種族 但是不划算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走走看吧 看這一次破碎扶狼 看一下 小寶箱有15個 感覺上蠻大的 這個感覺上有點特別 連這個 連這個什麼 這是遺物嗎 是紅色的字 這個遺物的造型有點不一樣 不對喔 這是debuff的遺物 幾方所有英雄 防禦力下降 這個是 第一次有這樣的遺物 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所以說這次會越來越 越來越難囉 因為這個邊 總會 邊獲得這個debuff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 試著推看看好了 那我們就用安芝隊好了 我覺得基本上安芝隊呀 光光隊呀 埃隆隊都可以試試看喔 那就上一個這個 鳳凰回血 然後跟一個羅萬 神閥落印喔 然後這個英雄防禦力下降 這什麼東西 該死 碰上了 丟都丟不掉 我現在感覺很糟糕 好 好我們就繼續衝吧 好這第1個小寶箱 他是單向傳送 他可以前往下一個福島 所以他可以把鼓嗎 我們試試看 如果說他可以這樣回來的話 那基本上就不會有這個 走錯路 需要這個重開遊戲的這個狀況 哇受到生命回復效果下降 我還可以回去嗎 我不能回去 然後 左側 可以借傭兵喔 好 還是借安芝好了 好沒關係喔 反正可以借傭兵 那我再往左 一路往左 還有小麻走這邊 我們走另外一邊 哇 這個好像這官方的提示沒有什麼意義喔 可以借兩隻傭兵耶 那我借一個這個補血的希拉斯好了 可是沒有鑽三蛇我就一直往左 看看會怎麼樣 你看 一扇破石門把路都堵死了怎麼辦 想想怎麼把門打開吧 我在哪邊 我在這個地方 喔 這邊有一個石門擋住了 反正我剛剛我都是 一路選左邊 好沒關係喔 如果說這個可以重來的話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剛打完一個敵人怎樣 右邊的門開了 我剛打完這個敵人之後右邊的門突然開了 戰鬥結束我放英雄失去所有能量 可是不拿也不行喔 好 那就繼續走吧 哇 所以這個 這個打完之後身上應該是會有一堆的debuff喔 戰鬥中幾方半場會受到 劍與襲擊 喔好 然後呢 前往下一個輔導 好前往下一個輔導 這邊 好繼續繼續 這邊可以不拿那個 不拿那個debuff嗎 抱歉 我們看看喔 不行啊這邊路堵住了 所以我我還是要拿喔 哎呦 死神收割喔 喔這個這個很討厭耶 不知道可不可以不需要拿這個 欸也不行啊 因為這邊還是有小寶箱啊 喔 喔終於有一個正式的遺物了 哇 那 呃 這個要選什麼 選這個 選攻擊力好了 好啊這什麼東西 喔復活祭壇耶 好久沒有看到復活祭壇喔 好我們再繼續走 OK 所以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走法 先避開這些比較討厭的 哇哇哇 安芝被收掉了 就是可能會 會有一些比較好的走法 先避開一些討厭的這個 遺物 然後 哇哇哇哇哇 這個司克雷格撞過來 就直接收掉了 那我覺得可能安芝隊太慢了 我覺得可能要換 換一下這個 這個哀龍隊喔 因為 因為安芝隊的話 我覺得 在打這一關的話可能慢了一點 好我們來試試看喔 埃龍老鷹隊行不行 哇更慘 更慘 那如果是光光隊勒 我們換一下 光光隊這個 司克雷格太胖了撞不動 這樣子 這個好像也不行耶 那還是安芝隊最好用喔 或是有戴蒙 或者是上索羅斯 喔 哇 我的安芝學少了 好 來一發 喔 哇 好沒關係喔 因為剛剛還有借到一個這個這個安芝 哇 馬上又 又來了一個 你拿多少遺物就會受到多少的這個這個生命跟防禦降低喔 這個神法烙印 我現在身上好多debuff喔 OK 這是最後一個 這是最後一關的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我的寶物少拿很多喔 這個是好友的傭兵齁 還好還好 還可以用一下 好開大 OK結束 這個是一個大寶箱 但是 但是我有很多沒有拿到耶 我好像一路往左 所以說這樣子走的不是很漂亮喔 所以這是不是要走兩次啊 應該是有一個完美的走法 我還少拿9個 而且他 他不能馬骨耶 那就 好吧 看看應該要怎麼走比較好 我看喔 先過來 一開始我是 原先我是先選擇左邊 如果這次我選擇右邊呢 左側浮導 左側浮導是這邊嗎 看看喔 左側 他必定是要打兩次的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個完美的路線 好 然後 右側的話 看起來右側是借傭兵 然後 左側的話是 可以挑一個遺物 誒 是這樣子嗎 看你要借傭兵還是你要挑遺物 那因為我要拿這個寶箱 所以我一路往左好了 所以我往左邊 好 然後 拿一個遺物 死神雕像 這個讚 然後 右邊的話是 右邊的話是 再借傭兵 那我先往左邊吧 好 這個地方 這個路被擋住了 好 剛剛那個路被擋住了然後 我們打完一隻敵人之後他開了右邊的門 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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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拿就拿 好我這樣子拿完了 然後呢 剛剛我是過來走這個傳送門 我記得是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我走右邊好了 好 喔這個死神雕像真的很好用喔 OK 這個還是要拿 這個debuff應該是不會變吧 OK 好然後我們再走這邊 阿塔利亞 還好還好還好這個死神雕像我那個debuff還沒有拿到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要走哪邊勒 先左再右 先左再右 因為我要拿這個小寶箱 然後 這個寶箱我也沒拿 所以感覺上這要走好幾次喔 可能是個 兩次或是三次吧對不對 我現在走右邊 然後左邊這個小寶箱我也還沒拿 好 減傷25%這個不錯 左邊 那這邊這個寶箱我還沒拿 所以你走到後面之後你就不能重走了 那就變得是你要多玩個可能兩次吧 好 好在哪 因為我不能 我不能回去阿 左邊是復活 右邊是補血是不是 這個綠洲也好久沒有在這個奇境太子看到 然後左邊這我已經拿了 所以我要去右邊 這樣子 又拿一個小寶箱 我剛剛看到右邊我還有小寶箱沒有拿 所以等一下的話我可能還是要再 還是要再重玩一次 喔好 再來 對啊 沒得選了 OK結局了 但是這個地方已經拿完了所以說我們又要再重新喔 好再重來 所以是這個樣子嗎感覺上官方不大會設計一個讓你 需要一直重來的遊戲喔 好沒關係那就多玩幾次吼 好 那就 應該是我右邊還有幾個寶箱沒有拿吧 右邊 這邊的寶箱都沒有拿後右邊 所以我要一路右一路往右 好右側 剛剛是在左邊嘛 你可以從那個菜單那邊知道說你還有多少寶箱沒有 沒有拿到 好我要選擇右邊 對 自靈英雄傷害增加 繼續走右邊 我都沒有什麼補血的我也沒有用滿血的角色 好來到這個地方 OK這邊對話是一樣的喔 好就打吧 好我拿到了遺物30% 哇30%攻擊力上升 OK打完門開了那這邊有兩個小寶箱 看一下 喔這邊還有一個 OK 然後等一下繼續往右邊走 往右邊走 前往下一個浮島 不對 我要前往右邊 對不對 我應該走這邊然後這邊往右邊這邊有一個小寶箱 好右側浮島這個地方 然後等一下這個島的這個島再往左邊走 去拿那個寶箱 對不對 這邊 可是這邊可能只有 有右側跟左側 右側是不是這邊 那我要去左側啊因為小寶箱在這個地方 好左側 OK 喔 我覺得 依照這個方式走法不大可能一次解決 都拿完了嗎 還差一個喔還差一個在哪邊 右邊 左邊 在哪邊 哇還有一個小寶箱在哪裡 這是大boss 左邊左邊 浮島 還有一個小寶箱 看看喔 在這個地方喔 可是我已經跑到上面來了 那就沒救了對不對 對啊我已經不能回去了 所以再重置吧 我覺得至少要兩次啦 可能有些完美的走法我覺得 可是再怎麼完美應該還是要兩次吧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個難度是比較沒有啦 那只是說這個可能路線上面就是多走幾次這樣子 好然後來看一下 我還欠哪一個 他在什麼地方 他大概是在中間的地址 那我們就什麼左右左右或是右左右 右左右左右左右這樣子走過去 好 然後就左 然後再來是右 對 他在右邊 OK到了 到了到了到了 然後最後一個小寶箱 好 結束了 哇是花了一些時間喔 OK 好都拿完了 彈出了這一個 即使禮包 就代表說你已經把全部的獎勵都 都已經拿到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這個 是什麼東西啊 好我們就5個直接全開了 火力全開 呃 好都沒有肥料齁 其實都可以齁 小號開出來這個還不錯 至少很多一線的角色 然後 哇這個 子離婚師 那個什麼肥料師超多的 那普通抽種族抽 普通抽 然後種族抽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耀光 沒有種族抽 好 好那自選英雄咧 我們看一下 小號的話 因為這個 索羅斯跟這個什麼 奈拉都已經神化了 所以說要選誰 小號的話 基本上呢 就是 弗雷拉了 就是弗雷拉了 好 弗雷拉OK 慢慢癢慢慢癢 不急 小號的弗雷拉也是可以拿來當這個國王反商來玩 所以說跟甘涉爾一樣 這個弗雷拉其實很好運用 而且他 BJ還是算是這個平民半神 在高階換得到 好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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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